还是我女朋友董事 你真要去加班啊 别这样嘛 今天真的有点事情 我就这么不如之前嘛 在工厂建的还装不认识 你早点休息 我今天一定要把设计图完成 还是我女朋友董事 可是我女朋友白天是监工 晚上再是设计师啊 画设计稿本来就是每天的任务 一天不练就会生疏 今天一整天我都在忙整理资料 又去跑工厂 设计任务都还没有完成呢 那你这么忙为什么还要去工厂啊 是工作的戏啊 怎么了 是有人欺负你吗 还是有人为难你啊 还是有人为难你啊 没有啦 对了 今天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还发现有一份客户名单 上面写着 明刻真情感恩回馈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个呀是我们瑞华的传统 我奶奶认为我们瑞华有今天 都是因为这些客户的支持也肯定 所以她每年都会举办一些活动 从中随机抽取用户送给他们礼物 预表我们的感恩和回馈 你怎么会看到这些啊 这不是你们瑞华对新人系统培训的第一课吗 我是个好学生 你就不用操心了 那我还要 闭上眼睛 相军部分缠绕的线 代表了每个人生命的长短 曲折和归宿 只有这样才能把未来紧握在自己手里 这就是我的设计理念 可以了 高小姐不光专业上出来拔萃 为人也这么有魅力 今天的采访特别顺利 那最后再麻烦您帮我们补拍几张照片 应该是我多麻烦你们 还请多位彗星打广告 对了 别忘了我的好搭档小余总 我就不凑热闹了 拍你 原来是彗星的小余总啊 我还以为高小姐的男朋友呢 两位代表的可是我们珠宝街90后的新势力 如果两位能够一起出镜的话 说不定我可以抢到个封面 为彗星大力宣传呢 那就有了你了 好 其后几张合影拍得挺好的 我想选一张放在办公室 你觉得好不好 你怎么选的是你的自由啊 不过我要提醒你是啊 到时候被别人误分 我怕对你不好啊 我才不怕 照片拍出来不就是给人看呢 对了不知 今天谢谢你陪我采访啊 我刚回国正是需要宣传的时候 你代表公司为我宣传造势 事板功倍 帮你造势呢也是为自己代言 再多都不献心啊 想吃钱那还不容易啊 晚上我请客 行 那就把于逸叫上 你怎么才出发啊 工厂那边随时都要有人盯着的 别偷懒啊 我来这里拿些资料 这就过去 我去 镶嵌组设计师不是不够用吗 怎么还把新招的派去订工厂 新来的人多跑跑工厂 熟悉一下流程 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再说我看他做得挺开心的 走吧 喂 高杰 居总 你没有给我打电话呀 我只能主动联系你了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事务小次 买通了工厂事 不予陷害你 现在证据就在我的手里 真的是他 听说高慧的新品 马上就要上线了 这对你来说是最后的机会 用他的失败来换回你的成功 我觉得很合理 好 什么时候来的 我呢给你买了夜宵 虽然呢 不是我亲手做的爱心面 但是也是可以吃的 来 今天 我在集团的公众号上 看到你和高总监一起采访的消息 拍得不错嘛 郎才女貌 那吃醋了 我吃面最喜欢加醋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啊 这是你第一次为我吃醋吧 吃醋还那么开心 我当然开心了 你说我要是跟别的女人走得很近 然后还没不清的话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我才会伤心的 你应该多学学我 你只要跟男同事一说话 我恨不得就在你脑门上贴上八个字 于直专属 闲人勿扰 好 高杰啊 其实说真的 你要是觉得高慧不舒服的话 我们可以公开啊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的 我会去解决 你只要安静静地待在我身边就好了 突然公开 谁知道会让多少少女伤心啊 我还想在公司好好待下去呢 好吧 对了 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公司加班啊 而且白天爱跑工厂 原来士兵设计师 怎么干的都是打工小妹的活 高慧要是怎么欺负你 我明天去跟她打赢她们 我是新手 当然会承担更多的打杂工作了 再加上之前在将星设计大赛上的那些 风言风语 我不奇怪 她会对我有些看法 工厂那边一直说 这设计稿有问题 责怪设计师 没有跟他们好好沟通 所以我就想带回来好好研究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这本来是设计师自己的事情 还要劳累我的女朋友在这里 加班加点 费心劳累的 醒过来 虽然不是我的设计 但这总归是镶嵌组的事 我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好 那我们先吃东西啊 一会儿啊 陪你一起看 来 我喂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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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